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 今天的第一项内容呢,是想说一下德国总理舒尔茨到中国访问回去以后啊,余波不断呢 可以说呢,美国以及西方的动作呢,就更大了 那拜登昨天的时候呢,还亲自给这个舒尔茨打电话,极力的要把他给拉回来 跟他大谈什么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大谈什么民主啊,人权啊,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 最近呢,我就发现哈,美国呢,之前的时候给全世界就洗脑 就把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呀,还有法治啊,这些哈 说是他们是灯塔啊,其他人呢,都应该跟他学,都应该实行这个 给全世界呢,洗脑 可以说呢,他这个洗脑是非常成功的 最近我就发现呢,他不仅用这一套呢,给全世界洗脑 而且呢,他宣扬的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呢,还是他很好用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工具 前几天呢,我已经跟大家说过 就是美国两党斗争的过程当中呢 拜登团队呢,所喊出来口号 也同样是攻击他们的共和党 说共和党呢,就是侵犯人权 剥夺自由 破坏民主 还有呢,不遵守这个法治 我就发现,哎,你这不是给中国这样的国家扣帽子的吗 那怎么你们美国呢 合着就是民主党 是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和人权的 而共和党也同样是这个对立面呀 是不是 那么拜登今天给舒尔茨打电话的时候呢 再次的以这一套来压制这个舒尔茨 那么舒尔茨呢,现在意志是非常的坚定 啊,他就是说呢,这次访华是非常成功的 啊,收获呢,是大大的,并且很坚定的表态说呢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 德国绝不能也不会和中国脱钩 之前的时候呢,我就是说哈 舒尔茨到中国来访问,我们还要继续进行观察 就观察他回去以后呢,美国给他压力 看看他会不会变 那么在舒尔茨访问中国这个期间呢 美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到欧洲到德国去施加压力 他们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们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琪都在欧洲在德国 但是呢,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那么现在老拜登呢都不能等到过两天他们就要见面 就要去参加那个G20峰会 还要去参加那个APAC的峰会 哦,对了,那个拜登不会参加APAC峰会 因为他的孙女要结婚 他要参加他孙女的婚礼 所以呢,APAC峰会他不参加 他只参加G20 那么他都不能等到参加G20的时候再跟舒尔茨沟通 现在呢,紧急给他打电话 就可见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中国访问是多么的成功 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首先我们就看到呢 法国也在紧锣密鼓的为这个马克龙访问中国来做准备 同时呢,我们还看到日本也在联系中国 希望能在G20的峰会上 他们的首相安田文雄能和习近平能有一个会面和会谈 眼瞅着这世界呢,好像这个风向又转了 又转到了中国这一边了 你想想这个拜登他能不急吗 他就是急了 我看有的媒体呢,就用了这个词 叫拜登急了 紧急给舒尔茨打电话 施加压力 强调什么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 中国呢,好多层次上的官员和好多不同的场合 都在质疑美国所说的这个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 规则是谁的规则 国际秩序是指哪一个国际秩序 中国只认联合国这个国际秩序 中国是严格遵守联合国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些规则 可是呢,这些规则美国就不遵守 对他有利的他就遵守 对他不利的他就不遵守 川普那会儿呢,还公然的说 说国际法庭的那个判决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是一张废纸 对于我们不利 我们可以不遵守 这就是川普说的话 对他们不利的就不遵守 想不遵守就不遵守 想撕毁就撕毁 他本身对别人的这种制裁 他本身就不是在规则的基础上 前两天呢,联合国还发起来了一个投票 就是要取消对古巴的制裁 除了美国和以色列以外 全都投了赞成票 可是美国他遵守吗 美国是绝对不遵守的呀 什么叫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 这些你全都不遵守 对不对 你说的国际秩序是什么秩序呢 都是你说的话就是法律 美国说的话就是法律 别人都必须得遵守 美国的法律就要适用于别人 那么拜登前一阵子所推出来的 对中国高端的芯片制裁的那个法案 对吧 那么那个法案出来以后呢 首先他是对他国内的高端的芯片企业是有效的 就造成了他国内的高端的半导体的企业呢 立刻就失去了中国的市场 但是呢欧洲啊日本呀 还在享受着中国的市场 那美国的那些企业呢 就跟政府不干了 他商务部长说什么 他说你给我六到九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遵守的 想什么办法让他们遵守啊 就是制裁啦 威胁啦 压制啦 这些嘛 就美国的这些做法呢 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就叫极限施压 这是他一贯采取的做法 对别的国家 对任何的国家 都是采取这种极限施压 不讲理 那么美国呢 不光是在全世界去欺压其他的国家 就他的邻居他也不放过呀 对加拿大说制裁就制裁 两个国家合作的那个输油管道啊 费了多大的人力物力 加拿大投入多少啊 结果呢 说停就停 对加拿大也是说制裁就制裁 本来在汽车行业呢 加拿大呀 美国呀 还有墨西哥 是按照这个贸易协定 有分工的 结果呢 美国就推出这个法案 对在美国下线的那些个汽车呢 进行补贴 那么加拿大呢 就跟他提出来 反对没用 抗议没用 那么加拿大呢 就把他告上了国际法庭 国际法庭做出来的决定呢 美国也不遵守 那么加拿大就申请这个国际法庭 说他想制裁我就制裁我 国际法庭做的决定 他也不遵守 那我可不可以 我也制裁他 这都是老实人 加拿大就太老实了 国际法庭的法官就说呢 你加拿大就太老实了 他制裁你 你不会制裁他呀 你当然可以制裁他了 你知道吗 是谁在破坏这个国际秩序 很显然是美国呀 全世界苦美久矣啊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兔子不吃窝边草 就美国连自己的窝边草都吃啊 连他的邻居都欺负啊 给加拿大都要欺负死了 中国人呢就觉得说 哎呀加拿大呀 就是美国的一个走狗 你以为加拿大愿意做他的走狗吗 加拿大也不愿意啊 但是呢 这两家离得这么近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依赖于他呀 你还没怎么着呢 他就打压你啊 制裁你啊 中国人只知道美国制裁了中国 中国挺难受 他其实也制裁别人呢 加拿大日子也不好过 欧洲的日子太好过吗 欧洲现在的能源危机 不就是美国造成了吗 美国说是俄乌冲突造成了这个欧洲的危机 俄乌冲突它当然的造成欧洲的能源危机吗 不就是美国要求欧洲停止进口和使用俄罗斯的能源吗 对不对 你要是不制裁俄罗斯的能源 欧洲能缺能源吗 对不对 即便如此 他的这一套呢 也不是那么的管用 那个北溪管道呢 还在供气 然后邦击一下 北溪管道就被炸了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北溪管道是谁炸的 对不对 不是欧盟的那个议员马上就发了一个推点说 Thank you USA吗 谢谢你美国吗 不是德国90%以上的民众都认为这就是美国炸的吗 其实这太明显不过了 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呢 美国就试图想转方向 想把这屎盆子扣到俄罗斯的身上 可是他就没有想到 俄罗斯对英国政府的那个通讯系统呢 都进行了一年的监视了 俄罗斯手里面都有铁证 美国把欧洲搞成这样 然后呢 他趁机他把那些天然气什么的 他卖给欧洲 你卖给欧洲 你倒是真心的你帮助他呀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不是 你是发大财 以四倍的价格卖给欧洲 那么前两天马克龙就公开的站出来吗 对不对啊 你美国啊 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国家吗 你是一个遵守国际秩序的国家吗 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 朔尔斯这一次 他能到中国访问 与这个北溪管道的被炸 有没有关系 很有可能是有关系的 朔尔斯就下定的决心了 靠美国是不行的 我们还得靠自己啊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 我们要务实 老搞那些意识形态 跟着美国搞意识形态 就把我们给搞死了 想应中国的号召 要务实 我今天还看到美国有媒体说呀 美国的媒体说什么呀 说你朔尔斯 你觉得说 你和中国来搞这种务实外交 他说你要知道啊 中国的务实外交 实际上呢 就是经济收买 他们就把你们收买了 你们就上了中国的当了 你以为你对中国的那些期待 能够实现吗 别做梦了 法国的一个媒体 叫法兰克福日报 他们今天呢 就发了一篇文章 说德国总是 对中国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期待 说德国呀 总是对中国 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德国和中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合作啊 其实有很长的一个历史了 这要得益于 这默克尔执政那16年 默克尔执政16年 就非常务实 我昨天的视频里 跟大家说了 就仅仅是江苏的一个县 叫泰沧县 它就有430多个德国企业 我昨天那视频完了以后呢 我看有网友留言 说泰沧那个地方啊 那些外企啊 在全中国它还不是最多的 泰沧呢 是挺强的 泰沧在全中国的摆墙线当中 它要排第六名以后 它前面还有更厉害的一些线呢 中国的摆墙线 各个都不次 非常厉害 那一屋当然就很厉害了 对吧 有一个笑话嘛 北溪管道被炸以后 就有一个笑话说 两个老太太跟她对话 老太太A呢 就说你知道吗 北溪管道被炸了耶 这个北溪管道被炸了以后呢 这个欧洲就麻烦了 冬天的时候呢 她们没有电 没有气做饭 没有气发电 然后取暖都成问题 老太太B就说 哎呀 那我们一屋可以卖那些电热毯啊 绕水壶啊 这些东西都卖给她吧 那老太太A就说了 是啊 你知道这管道谁炸的吗 老太太B说谁炸的呀 老太太A说 那不很明显吗 就是一屋炸的呀 这个笑话说明什么 这个笑话就说明呢 谁受益就是谁炸的 谁受益啊 一屋受益啊 德国人民心里最清楚啊 对不对 德国人民心里很清楚啊 那个欧洲议员 对不对 马上就说 Thank you USA 很明显的是美国嘛 这个事在当时 咱们已经分析的够不够了啊 现在呢 我这个视频不分析这个事情 中国和德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哈 不仅仅说呢 德国会进口中国的产品 中国对德国的进口量也是非常大的 说去年一年啊 中国对德国的进口增加了64.7% 增加了64.7% 就那中欧班列呀 一天一天的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这其中呢 那就是有去有回啊 去的时候呢 就把中国的货物带到他那去 回来的时候就把欧洲的货物带到这边来呀 另外呢 德国在中国的市场上 那些高端车 中国人最爱开什么 中国人最爱开奔驰啊 宝马呀 对吧 这些车了 奔驰宝马 还有大众啊 什么的这些车 小一半的销售呢 都来自于中国市场 你想德国 他能放弃这个吗 尤其是现在因为美国搞的这个欧洲 他能源危机了 他国内的企业呢 是严重的受到了破坏 那他不把中国的市场站住 那德国的经济不就完了吗 德国是最不傻的 在欧洲 他之所以能成为欧洲的老大 为什么呀 对不对 因为他不傻呀 他聪明啊 好 到现在为止啊 这个舒尔斯呢 还没有被美国压垮啊 啊 舒尔斯回敬这个拜登 说不管国际局势如何变化 我们绝不会和中国脱钩 老拜登是相当的崩溃啊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呢 还有让老拜登更崩溃的呢 我们前两天呢 不是听那个王毅说吗 王毅就说呢 中国现在的注意力呢 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 为什么会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呢 现在是11月份啊 今年的第四个季度 已经是将要进行到一半了 现在各个国家前三个季度的数据呢 都出来了 那么我昨天看到呢 美国的媒体的一篇文章 他们就在分析啊 美国的进出口 是谁占多少 谁占多少 谁上升的 谁下降了 我看到那篇文章的专家就说呢 说美国的梦想呢 再次破灭了 美国的一个希望呢 再次证明的可能只是一个梦想了 美国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呢 美国就是呢 制裁中国 希望这个产业链呢 能够转移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呢 根据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 离开中国的那些个企业 都去了哪里呢 并没有去非洲 也没有去拉丁美洲 而是停留在东南亚 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也好 出口也好呢 全都减少了 减少的大约都在4%到6% 我看美国的文章就是说呢 虽然说这个数值呢 并不小 但是呢 远远不会对中国造成那种 巨大的实质性的伤害 说中国失去的美国的这个市场 进口也好 是出口也好 这些都去哪了呢 我原来以为哈 是去了印度 结果呢 不是 你猜是谁最多 柬埔寨 泰国 就都有了 但是呢 越南是最多的 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呢 增加了170%啊 还是1127% 反正是增加了100多就对了 它增加是最多的 像柬埔寨呀 还有泰国呀 他们增加的也不少 增加的在50%左右 增加的也很多 这些东西呢 我认为哈 这就是与什么有关呀 与中国现在腾龙换鸟有关 中国是产业升级 有一些产业 中国其实就是不想要了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现在人工增加了呀 那么就得去那个人工更便宜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去了越南 要比去印度的要多呢 我估计呢 就是因为印度的人员素质比较差一些 越南的人员素质比较好一些 还有社会稳定性 越南的社会它比较稳定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越南离中国比较近吧 你看美国是不是就特别的双标 它打击中国呢 就攻击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 可是呢 越南和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全世界是最接近的呀 最接近最接近 几乎一模一样 他怎么就不介意呢 就可见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中国嘛 其他全都是借口 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说一个哈 因为这两天我看啊 他们其实就是攻击这个朔尔茨 想打击朔尔茨 让朔尔茨心情不好 就是说呢 朔尔茨到中国 习近平和他会面的时候呢 就看他的样 就像臣子见到皇帝一样 第三下四 那么我在视频里 我也看到的朔尔茨呢 确确实实是 有点紧张和手足无措 那么他为什么紧张和手足无措呢 是习近平的气场吗 我觉得还不是 就是他心里面虚 这朔尔茨一直以来 对中国也不友好 说了不老少的 对中国不利的一些话 那见到人习近平以后呢 心里就发虚呀 哎呀不知道 人家习近平介意不介意啊 站在人习近平面前就在想 哎呀他现在心里面想什么呀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 他是不是心里面对我很不友好啊 等等等等吧 就是他心里虚 跟习近平没有关系 习近平是很有善的 绝没有一个皇帝接见臣子的一个心态 习近平绝对没有 好再说回来哈 就是呢中国现在 把精力为什么说放在东南亚 就是因为呢这个世界贸易的中心呢 现在就在中国和东南亚 中国呢有所减少 然后东南亚呢有所增加 那么这里面就来到了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 你别看说美国呀欧洲啊 进口的那产品呢 现在来自于越南呢大量的增加 来自于东南亚呢大量的增加 但是东南亚所使用的那些个原物料 它的供应量都来自于中国 它的上游是在中国的 中国只要是把东南亚这块给它搞稳定了 那么就等于说呢中国间接出口 现在呢中国呀有好几项大型的这个活动啊 第一个呢就是阿赛普的一个讨论会 阿赛普的讨论会呢在上海举办 那我看到呢汇丰银行啊 他们推出了一个报告 他这个报告的名字呢叫 海外企业看中国2020 共享阿赛普新机遇 这个报告显示呢说超八成的 受访的海外企业预计 未来一年的中国业务将实现增长 75%的受访企业表示 计划未来24个月内拓展在中国的供应链 此外呢93%的阿赛普的成员国 受访企业预计将增加对华贸易往来 其中超四成的企业预计 未来一年中国业务将增长至少30% 那么这些受访企业都是谁呢 说汇丰呢对全球16个主要市场将近3400家企业 进行了这么一个调查研究 那么这16个国家呢就包括9个阿赛普的成员国 和7个世界主要经济体 这7个没准就是那个G7有可能 说今年的前八个月 中国和阿赛普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了 8.32万亿元人民币 接近中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外贸三分之一都在阿赛普 你想中国能不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亚洲吗 而且呢我不明白一个 我头一次看到就是呢 我刚才不是说美国说呢 他们那个希望可能永远成为了一个梦想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呢 他就是希望中国腾出来的市场呢 给他们挪到非洲和南美洲 现在看来呢 一点这个迹象都没有 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希望呢 可能就成了一个梦想了 非洲和南美洲哪行啊 对不对 还得靠亚洲人啊 亚洲人又聪明又肯干 又律解 又遵守纪律 只有这些亚洲人才能干这些事 当殖民地的时间太长 受英国的奴役时间太长 印度都不行 不行 而事实也证明呢 就是社会主义 还有领导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并不是像美国那么妖魔化的 说共产党是妖魔 No 正好相反 共产党是英雄 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成功的 共产党是有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的 他们的能力是很强的 还有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呢 近几年在其他的地方呢 受到美国的破坏 但是呢在中国的家门口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这些铁路啊高铁啊港口啊这些 在东南亚建的特别多 特别的受欢迎 那么前两天在菲律宾的建一个最长的跨海大桥 还有呢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报道说呀 说中国要到琉球去造高铁了 琉球就是日本现在说的冲绳 可见这个琉球人民啊 或者他当地的政府对中国还是很感兴趣的 很信任中国的 日本是高铁的发源地啊 对吧 日本就不能给琉球造个高铁啊 现在呢需要中国去帮琉球造高铁 还有呢中国输出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这些个基本建设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标准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琴始皇统一中国最大的一个贡献 他就是统一了杜亮航 统一了文字啊 书同文车同轨 这些呢非常重要 你统一标准这很重要 那么现在呢中国通过这个一带一路 建的这些路啊 建的这些桥啊 啊还有高铁啊 这些东西呢 它这里面都包含的这些标准的 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越来越多呢 输出的不仅仅是这些基本建设的成果 同时呢各个国家 他也得自觉不自觉的就接受中国的这个标准 这也是美国害怕的 我看到中国现在有报道呢 说美国呀对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大力打压 关闭了好多的孔子学院啊 说这个鲁班工坊啊 现在还没有被关闭 鲁班工坊呢还是挺受欢迎的 我天哪 别高兴了太早了呀 美国最善于的就是英雄断腕 虽然说鲁班工坊呢 你就一听起来就是这些工程方面的 对吧 虽然说挺重要的 但是人家美国 人家可以是英雄断腕的 为了制裁你中国 把手砍掉 人家都愿意 对吧 你看欧洲你就知道了 为了制裁俄罗斯 人家欧洲饿死人 冻死人都愿意 好 除了这个RCEP在中国的这个研讨会以外呢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进博会啊 这个进博会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搞进口博览会的一个国家 一般的来说呢都搞出口博览会你搞那个博览会呢是为了卖自己的东西可是中国呢搞进口博览会是为了买他们的东西 中国多大一个循环呀对吧 习近平就说了 我们很愿意和全世界来分享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我们很愿意和全世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跟谁合作我们都干 说这个进博会呢 他就是分门别类嘛 要进行分类 今年有99个企业分团 具体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啊 我就告诉你 有99个企业分团 你也许对这个数没有概念 但是这是又创了历史新高啊 创了历史新高 其中呢就有那个美国不断的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和中国进行断钩的那个光刻机的厂家 阿斯麦 阿斯麦年年都来 阿斯麦的总裁前两天就是说 我们很看重中国的市场 我们不愿意和中国脱钩 就和那个朔尔茨说的话一模一样 美国就是说 你走着瞧 我管不了你 我还管不了你们政府吗 我连你的政府都管得了 我还管不了你 小样 我就不让你的光刻机 离开那片土地 你怎么和中国合作 我觉得再逼下去 像阿斯麦这样的 就不能到中国来建厂吗 对吧 到中国来建厂啊 不就摆头美国吗 还有美国的一些企业 你就不能到中国来建厂吗 摆脱美国啊 中国还有一个大展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那航展 航展现在差不多一年举办一次 今年这个航展呢 是明天开业啊 明天开始开幕 这一次比以前的规模又大了 这个报名呢 说是从夏天那会儿报名就满了 上月初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都到位了 德国前两天来的12家企业里面 大部分都参加这个进步会 尤其他的车企业 那这个航展呢 这次中国参展有好几个第一 中国呢 说是有50款的武器装备要参展 武器装备啊 虽然叫航展 但是呢 它海陆空全都有 民用航空也有 军用航空也有 我看你们主要都是一些军用的呢 成了一个武器展了 说中国以前的时候呢 就中国的武器啊 就是飞机啊什么的 在航展上卖的特别好 订单特别多 订单就像雪片一样飞来 这次预计呢 说是中国的无人机系列将是亮点 无人机系列和反无人机系统将是一个亮点 就是中国我不仅研究这个毛 我还研究了一个盾 我不仅卖给你毛 我还卖给你盾 我不仅这个毛好 我这个盾还好 啊 那个古代的故事 就怕有人出来说 我拿你那毛来吃你的盾如何 对吧 这样的杠头咋整呢 这个呢 明天开幕 开幕之后呢 我还会尽量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多的细节啊 让大家开心一下 最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英国的新上任的这个首相 英国新上任的首相呢 他是一个印度人 对吧 这个印度人呢 他上台以后啊 就大搞这个意识形态 就抱着美国的大腿 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 他上台以后呢 就踢出来了 头三脚 都是来针对中国的 都是踢中国的 今天我看他又踢出来 第四脚对中国 这第四脚是什么呢 这个更凶狠啊 他们的这个商务大臣啊 到台湾去访问 人家德国法国都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啊 以振兴他们的经济 人家英国不 人家英国呢 到台湾 商务部长到台湾啊 跟台湾搞什么经济对话 这是很显然嘛 这不是意识形态牌 打台湾牌吗 看来这个印度人也不行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的 这印度人啊 就算是他心里面 想改变这个风向 但是呢 他有这个胆量嘛 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啊 竞选的时候呢 受人家排挤 这一次也就减了 为什么给个首相当上了 现在英国反对的声浪 一浪高过一浪啊 这个周末的时候 就有十万人上街 就要求他下台 提前进行大选 还有人还找他的茬 他不是印度人吗 他老婆也是印度人 他呢 是印度人到了非洲 然后又去了英国 他已经是好几代了 但是他老婆是和印度的这个联系 更紧密一些 他老岳父呢 还是印度的企业家 他老岳父呢 是IT行业的大佬 IT巨头 那么印度呢 又和俄罗斯的联系比较紧密 现在有人就查出来说 他老岳父呢 是在俄罗斯 有分公司的 像这样的大家族 IT巨头 他的子女呢 都是有股份的 他老婆呢 在他老爹的那个公司里头呢 有百分之零点九几的股份 有钱拿 这个收益呢 其中有一些就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呢 现在有些人呢 就开始攻击他 他出来声明说 啊 我是坚决谴责俄罗斯的 我是坚决主张制裁俄罗斯的 我是坚决主张支持乌克兰的 但是没有用 没有用 那些人就要把他给推下去 你想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如何来迎合那些人呢 对不对 还不使劲反中 估计反中也保不了他自己 这个视频呢 有这么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是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 美国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呢 给俄罗斯打电话了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这个马斯克呀 最近老得罪人 现在呢 他又得罪莫尼了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今天有一个大料啊 说这个特朗普啊 曾经追求戴安娜来着 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 说话特别的淫晦 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呢 是关于欧洲啊 欧洲呢 说中国给日本断供稀土两个月 欧洲说呢 需要抓紧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 因为呢 欧洲是全世界对中国稀土依赖最严重的 达98% 好 现在呢 我们就一项一项的说 首先呢 是关于这个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呢 还和昨天一样 反正是俄罗斯呢 仍然是没有停止 对乌克兰的那些基础设施的轰炸 估计一直会炸下去 那么昨天呢 就跟大家说了 乌克兰呢 现在就准备要从这个基辅啊 说是要疏散 有的媒体呢 说是疏散 我就不太明白疏散是什么意思 那么有的媒体呢 就直接是说呢 乌克兰说是呢 要组织他的市民从基辅撤离 原因呢 是因为俄罗斯破坏了他们的电力系统 基辅呢 基本上全部都在黑暗当中没法住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在乌东地区 顿巴斯那边 红利曼呀等等 那些地方呢 仍然是战斗在进行 但是呢 南边的赫尔松那边 不是俄罗斯从那个顿涅伯罗河的右岸 撤走了吗 搬空了吗 乌克兰方面说呢 俄罗斯有可能唱的是空城记 所以呢 他不反攻 但是呢 昨天当沙利文去乌克兰的时候呢 同时媒体就传出来消息说 乌克兰在乌南地区集聚了20万大军 准备反攻 但是呢 昨天以及今天呢 一直都没有看到 有这样的报道 没有看到乌克兰真正的发动了这个大反攻 另外呢 还有一个消息呢 说的有鼻子有眼呢 但是根本就没有发生 就是美国的媒体说 沙特向他们透露 伊朗会在48小时之内攻击沙特 这个事呢 现在48小时已经过了 也没有发生 但是呢 沙利文 他在俄罗斯的今天啊 并不是美国的今天 是俄罗斯的今天的时候呢 沙利文给俄罗斯打了电话 那么这个电话的内容呢 我没有看到 好像没有公布他电话的内容 那么这通电话是要干什么呢 因为这两天呢 就有西方的媒体报道说呢 西方正在底下偷偷的在那讨论 俄乌冲突停火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看到沙利文偷偷的访问了乌克兰 但是公开的他的讲话呢 他是说 对乌克兰的支持呢 是坚定不移的 说即便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仍然会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但是呢 我就问你啊 等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两院前都有共和党控制了 而共和党呢 已经宣布了 说是呢 中期选举之后 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如果国会不给你批钱 你如何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呢 再加上沙利文 他亲自偷偷的跑到乌克兰 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实际上 他到那去呢 甭管说真话 说假话 夸海口 画大饼 他就是去稳定乌克兰的人心的 同时呢 有媒体报表说呢 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要和谈 根本就没有诚意 我们从他这句话呢 就侧面的能够判断 确实有些人在讨论这个和谈的问题 那么沙利文给俄罗斯打这个电话 是什么用意呢 我判断呢 也有可能是探探俄罗斯的口风 探探俄罗斯 如果和谈的话呢 俄罗斯会有哪一些倾向性 会有哪一些可能性 那明天呢 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了呀 这次的中期选举呢 现在看来呢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 共和党将要控制参众两院 那么共和党的众议院领袖 叫麦卡锡 他老早就放话了 说中期选举以后呢 他要弹劾拜登 拜登在昨天的某一个讲话当中呢 他自己都说了 他说他收到了通知说是 也不知道谁通知他的 说中期选举以后呢 共和党要弹劾他 有的人说呢 这个弹劾呀 不会成功 为什么呀 就他这个老年痴呆 不足以弹劾他下台吗 这还能当总统吗 就这么老年痴呆 说傻话的频率越来越高 说傻话的程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傻那傻话 这样的人能当总统吗 当然我也不是美国人 这是人家美国的事 我也不在乎 爱当不当 他就是真正弄个狗来当美国的总统 我也没意见 好 这是这个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咱们就说一下这个马斯克 马斯克呢 他就是打从接手的推特以后呢 我怎么感觉 他做的这些事情好像都挺奇葩 都挺无厘头的 他尽得罪人 对吧 如果说呢 他大规模的裁员得罪人的话呢 那还是迫不得已 他可能认为呢 我用不了这么任人 我为什么要养着这么多人 另外呢 他停掉1300个 为什么停掉1300个呢 是因为这1300个是欠费 之前马斯克不是说他免费给他们提供的吗 怎么又欠费呢 这个呢 我们不太明白 我就是给你提供一下哈 现在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数 说是2万台 现在就2万减1300了 而且呢 这1300停是因为欠费 就是马斯克呢 并不是说完全免费给他们使用的 然后再说回到这个马斯克 马斯克呢 就得罪他3800个员工 因为呢 就给人家炒鱿鱼了 另外呢 他炒鱿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还搞那种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你只要敢对我发一句牢骚 我就马上炒你 还有呢 他让他的员工是997工作 一个礼拜工作84个小时 一天12个小时 一个礼拜工作7天 一共84个小时 就中国的996算啥呀 他997 真厉害呀 另外呢 他还得罪那个广告商 他为什么说这几天呢 他都亏本啊 他损失钱 一天要损失400万 就是因为 这些广告商的离他而去 根据马斯克发的推文里面说 他说有些人在那游说那些广告商 对他们呢 挑拨离间 俗话说呢 木秀鱼林 封闭摧之 像马斯克呢 肯定是有些人会搞他 肯定有人对他是羡慕嫉妒恨的 会搞他 那么我前面跟大家说过哈 那回我就在马斯克的那个推特里面 我就看有一个人哈 他就说 他说我是一个移民律师 我是一个资深的移民律师 说我现在呢 就在查这个马斯克的移民资料 他说我就不信 我找不到你漏洞 我找到你一个不实的信息 我就搞死你 给你从美国清走 你滚蛋滚回你的南非去 如果说哪一天我们看到马斯克啊 被移民局清走了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律师干的 我就不知道美国的律师 他为什么可以去看别人的移民资料 我以前是加拿大的移民专业人士 我就知道加拿大的移民的这些人呢 这些在政府的这个记录啊 只有本人可以 除了涉及到刑事侦查以外 只有像警察 如果有证据得到法庭的许可 他可以去查你的这个案底 除了这个理由以外呢 只有自己可以查 当然自己可以授权别人去查 我就不知道他那个移民律师 他为什么可以去查马斯克 如果他真可以查马斯克的话呢 那美国的那个法律呢 有一定的漏洞 好这是马斯克呢得罪的第二类人 马斯克得罪的第三类人呢 就是用户了 然后他就说呢 要对部分用户收费啊 大家好像挺有意见的 一个月就收八美元 一个月八美元 对于很多的美国人来说呢 这挺多的 你要一年八美元还行 一个月八美元就有点多 你像现在有很多的媒体 他都收费啊 什么华尔街日报了 纽约时报了 他们都收费 虽然呢就收了三五块钱 但是呢 你一个媒体三五块钱 一个媒体三五块钱 你十个媒体就三五十啊 对吧 我觉得也挺多的 那么马斯克现在又得罪谁呢 今天这报道就说呀 他很有可能 他会得罪莫迪 为什么他会得罪莫迪呢 因为他会得罪印度人这个整体 为什么他会得罪印度人这个整体呢 是因为他在解雇这些员工的时候啊 说他这个员工当中呢 一共有两百多人 他解雇完了以后呢 就剩十二个了 那么印度人现在基本上就认为呢 这是不公平的 那印度人就有意见了 有的人呢就威胁说 要求这个印度政府 关闭推特在印度的服务 关闭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呢 在印度本土的那些个人员 你甭管是谁 你如果在印度本土的话 你就上不了这推特了 你需要翻情 那么还有人就建议说呢 印度人集体来抵制推特 让这个莫迪带头 因为这个莫迪啊 他和那个川普差不多 他也是高效的利用这个推特的 老发推特 那会儿不是说川普是推特之国吗 这个莫迪啊也差不多 好 这是我视频的第二方面的内容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跟这个马斯克差不多性格的一个企业家大富豪 那就是特朗普了 那特朗普现在人家还有一个头衔的人 前总统对吧 那么特朗普呢 这两天就说呀 等这个中期选举完了以后呢 在11月底的时候 他就会宣布 他是不是参选2024年的总统 他说呢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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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好多的very likely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能 我会参加选举 那么我认为他如果是参加选举的话呢 如果民主党这边是拜登的话 那么川普这一次呢 却非常非常可能会赢 十有八九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他会赢 因为这个拜登 你就是不参选 人们都觉得说 你已经不适合你当总统了 很多的美国人都觉得没面子了 搞的 我搞一傻子当总统 很没面子 这要体现出来 美国的这个民主了 你选举的时候呢 你可以决定 你选谁不选谁 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是由不得你了 你再觉得没面子 你再觉得丢人 也没用 好 选一个川普就有面子了吗 啊 川普是一个什么东西 今天呢 特别震惊啊 有一个消息哈 说特朗普曾经向离婚的戴安娜王妃送花求爱遭到拒绝 那这是真的吗 那这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呢 是几天前 我今天看到报道啊 说四日的时候 美国的新闻周刊 他们报道 他们说呢 有一个人啊 写了一本书 叫国王查理三世的人生 是一个传记性的一本书 这本书呢 说是会在八日 也就是明天会出版 那么新闻周刊呢 说他们拿到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 根据这本书里面的描述 说特朗普呢 非常积极的 跟着查尔斯王储和离婚的戴安娜王妃 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最终被拒绝 然后新闻周刊的这个报道呢 还说啊 特朗普在好多的场合的时候呢 他自己亲口讲述这件事情 比如说呢 说他有两次曾经出席一个美国的广播节目 在那个节目里面呢 他就说 只要我下定决心 如果戴安娜没有得艾滋病的话 他说 我可以和他共度良宵 哇 这话说的挺具有侮辱性啊 如果他没得艾滋病的话 那就是严重怀疑 他有可能得了艾滋病啊 怀疑一个人得艾滋病 就是怀疑一个人的性生活比较混乱 对吧 这个新闻周刊报道说呢 说当时那个主持人啊 就问这个特朗普 你说你差点和戴安娜在一起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真的差一点成功了吗 真的差一点睡了他吗 特朗普说 是的 就差一点 那么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那会是戴安娜去世以后两个月 说当时呢 特朗普和那个主持人啊 那个交谈相当的淫晦 那是特朗普第一次说这事 后来呢 在2000年的时候 特朗普又在这档节目里面 这个主持人呢 又问他 说如果可能的话 你会和戴安娜上床吗 他说不需要犹豫 肯定会的 那新闻周刊说呢 这本书的作者啊 说采访了戴安娜的一个友人 就是她的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媒体人 有名有姓啊 叫沙利纳斯科特 这个沙利纳斯科特呢 就跟这个作者说 戴安娜曾经抱怨说 特朗普的过分亲切 让她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说特朗普向戴安娜的住所 送去难以处理的大量的鲜花 戴安娜说 我开始觉得特朗普在跟踪我 这让我毛骨悚然 明天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 在这个时候爆出来这样的大料 这是几个意思 这个料大家听了以后呢 对特朗普是一个正面的 还是一个负面的印象呢 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吧 如果大家都是一个负面的话呢 那就有可能是 他的对里面所放出来的啊 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情 对特朗普来说是顶有面子吗 是正面的吗 但是毕竟这里面也是之前的时候 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的那些话 当然那会儿他又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又不是个总统啊 那会儿胡咧咧 他未必现在希望这件事情 能被别人再回忆起来 所以这件事情呢 有可能是民主党这边放出来的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斗争了 抹黑 现在因为反中呢 还有一个抹红 就互相说 哎你跟中国有联系 你跟俄罗斯有联系 那他们这么做呢 经常都是为了得到选票 有的时候呢 就是蹭中国的热度 好这是第三方面的内容 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欧洲现在非常的惶恐 他们觉得呢 中国分分钟就会制裁欧洲 制裁他们的稀土 因为欧洲呢 对中国的稀土的依赖度 有98% 说中国曾经在钓鱼岛的那个纠纷当中 对日本制裁过两个月 给日本断供稀土两个月 所以欧洲呢 现在就觉得说 中国会对日本断供两个月 就会对我们用同样的这个办法 我觉得欧洲是不是有受虐狂啊 但是这个报道说呢 欧洲要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来生产自己的稀土 谈何容易 说他们在瑞典的南部 在那边有一个矿山 他们发现了那边有稀土 那么现在呢 他们就希望能够开采这部分稀土 现在基本上欧洲的这些国家呢 全都同意 要开采这个稀土 但是谁不同意呢 就是发现稀土 那个矿山那儿的人不同意 这个是一个什么现象啊 就是说 我到别的地方去污染环境 给别的地方造成损害 我就不在乎 在我自己的后院 给我自己造成损害 我就不愿意 说这件事情呢 在德国和法国的主导下 目前有丹麦呀 爱尔兰呀 波兰呀 希腊呀 葡萄牙 芬兰 比利时 罗马尼亚 这些国家呢 都宣布愿意参与 会提供支持 但是呢 就遭到了当地的反对 这种情况呢 用英文呢 就是not in my backyard 翻译成中文呢 他们翻译叫地方利己主义 然后这个矿山呢 现在可能是让加拿大给收买了 加拿大提出来说呢 如果你们怕造成这个环境污染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不采取挖的办法 而采取呢 从上面产的办法 就是说呢 比如说这是一座山啊 这里面有稀土 你可以从这儿挖 那如果挖的时候呢 可能就得用到水什么之类的吧 可能就会对这个自然水 天然的水 淡水资源产生影响 然后呢 加拿大的公司就提出来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把上面都产掉 一层一层的产 最后呢 把它给漏出来 然后再挖走 就跟我们盖房子似的 我们盖房子还不是一样的 也是要挖的 也要动土的 但是现在呢 当地就不同意 欧洲呢 现在很着急 他们就觉得 现在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呢 达到了98% 是全世界最高的 分分钟中国 要是制裁欧洲的话呢 欧洲就完蛋 因为98%的依赖性 我觉得欧洲呢 真的是小人之心 第一呢 中国不是一个动不动 就挥舞着制裁大棒的国家 第二就是呢 那你不会好好的呀 你干嘛非得跟中国作对呀 中国怎么着你们了 你不是老是跟着美国的屁股后面吗 老搞这种意识形态 美国是因为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 你欧洲跟着屁股后面干嘛呢 对吧 但是 有这些主张的人 这都是美国扶持的走狗 今天我还看到呢 波兰啊 受到欧盟的罚款 巨额罚款 为什么罚款呢 说波兰没有满足 他们的制度性改革 说他们的司法不独立 破坏人权 那么波兰的总统杜达就说 我们改的已经够多了 我们释放的善意已经够多了 我们不能再改了 杜达说呢 这就是欧盟的一些政治势力 向推翻我们的政府 想在波兰搞颜色革命 你知道吗 这都是这个杜达呀 他不大听话 在欧盟这呢 他是刺头 所以呢 这个欧盟就用这种方式 我罚你款 找各种的辙 然后罚你款呀 冻结你的资金呀 等等 这都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所谓的普世价值 是他们的万能理由 在欧盟里面也可以 给那个不听话的国家和政府扣上 在美国的内部 民主党也可以给共和党扣上 当然共和党也可以给民主党扣上 反正就互穿扣 都用这个帽子 非常好使 万能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